2022年 俄国军队入侵乌克兰 俄乌战争爆发 在这场战争之前 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 已经进行了长达8年的内战 在战争中 主要是顿巴斯民兵武装 使用了大量的墨辛纳干步枪 为什么这种131年前 设计的步枪依然被使用呢 2014年 顿巴斯分离主义者 决心武装分裂斗争的时候 他们占领了几个苏联时期 建设的大型武器库 最主要的是位于 沃拉达斯基沿矿的武器库 据说这是世界上 最大型的军火库之一 里面储存了350万件武器 其中就有大批的 墨辛纳干步枪 顿巴斯血腥的内战 一直不被世界所关注 直到现在 俄乌直接爆发战争 世界的目光才聚焦到这个地区 许多战地照片流出 我们可以看到 许多顿巴斯民兵使用 墨辛纳干步枪的照片 因为顿巴斯武装 并不缺乏自动步枪 所以他们主要把墨辛纳干步枪 作为精确射手步枪使用 大部分照片显示 他们的墨辛纳干都配备了原版的PU瞄准镜 而基本都是枪栓弯曲的狙击型 PU镜尽管只有四倍率 但以城镇交战为主的顿巴斯地区 交战距离并不很远 所以完全够用 虽然墨辛纳干步枪的设计很古老了 但在二战时期所有军用手动步枪里面 墨辛纳干却是最精确的步枪之一 很多欧美武器收藏家 测试了当时大部分的军用栓动步枪 墨辛纳干的精度都是名列前茅 特别是狙击型 精度更是惊人 很多现代测试表明 使用狙击型的墨辛纳干步枪 配上狙击子弹 精度可以达到EMOA甚至更好 这以当时的技术水平看 是很惊人的成绩 墨辛纳干在实战中也证明了它的价值 苏芬冬季战争中 著名的狙击手西莫海耶 使用芬兰制产的墨辛纳干步枪 创下了542个击杀记录 这个记录现在依然是世界第一 而苏联在二战时期 也有一班精英狙击手 使用墨辛纳干狙击枪 击杀了大量的德军 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 瓦西里·扎伊彩夫 他在斯大林格战役中 击杀了225名德军士兵 他的故事被拍成了好在乌电影 濒临城下而广为人知 另一个著名的狙击手是罗莎莎尼亚 作为女狙击手 他创下了59式击杀记录 他的故事也被俄国拍成了电影 甚至许多德军狙击手 也会使用缴获的墨辛纳干步枪 作为狙击武器 因为墨辛纳干的精度 要比德国的毛色98k步枪要好 当然 以现在的战术观点看 二战这些狙击手 现在都属于前线精确射手 所谓的Maxman 像墨辛纳干后期配备的PU秒准镜 只有四倍率 交战距离一般在200至700米左右 并且一般和普通步兵分队一起行动 以精确射击支援其他队友 而现代军事助理中的狙击手 一般指两人至五人的专业狙击小组 使用狙击步枪 在远距离执行狙杀任务 他们的交战距离 一般在600至1200米之间 有张照片显示 顿巴斯精锐部队的狙击手 也在使用墨辛纳干步枪 这个装备良好的狙击手 为他的墨辛纳干步枪 配备了现代化的高倍速瞄准镜 还在枪托上装了贴塞垫 配备了两脚架 枪口还有一个萧燕自退器 墨辛纳干步枪这把百人老枪 会不会在未来继续战斗下去呢 这期就聊到这里 谢谢收看 下期见